大家好,我是武爱阿祖阿祠 今天是2021年7月3号 第一阵准备们平安,YouTuber们好 观众朋友们好 今天是我做的基督教和谐控制教尘埃落定 今天我做的题目是查得了英国华人财产大会 和强奸犯、远志明的同伙梁飞生的关系 我早上做了个节目,就是142期 我说了远志明的同工、同伙梁飞生和于鸿杰 然后我今天下午出去玩热热回来 我又想起那个Morris 他在这个特论里面,他又提到了2021年的英国华人财产大会 我想到远志明当时,就是在这个2013年的英国华人财产大会之后 就是9月份嘛,他去性侵那个 性侵那个法国的那个姊妹 我说这个华人财产大会是个什么东西啊 我说跟着我来查一下吧 因为其他的那两个人呢,我也没怎么查到 然后你看2013年英国华人财产大会 这个就是在远志明呢 我跟你们刚才也找到吧 免得有些地方指败们不愿意查 或者是节约时间吧 就是那个远志明,他是9月份2013年的9月几号 10多号吧 他把那个英国华人财产大会玩了之后 他就去准备诱接那个法国的那个女生 法国的那个女生其实就是王玉那个教会的嘛 就是王玉暴主他性侵了更多的远志明 性侵了很多人的那个 所以你们可以看看这 就是就这个完了9月几号的时候 这个期间你看到没有9月7号 看见没有9月7号他们通讯 你看8月5号你看到没有 然后一直到这个拆整大会完了之后 就总统计信息了9月10多号发生的事情吧 应该就是你们可以看 所以说我今天我说我干脆来查一下为什么 因为我当然知道这个肯定是党的教会 不是说党肯定和党合作的嘛 最主要是有这些联系的点嘛 梁飞生啊 余宏洁啊 袁志明啊 最主要是袁志明和余宏洁和梁飞生 这是证实了和党合作 去了三支会 袁志明是党的人 这个是证实了的 其他人呢 虽然没证实 但是黑暗和光明什么相交呢 黑暗只能和黑暗相同嘛 这个原理是非常清楚的 做一个传道人 记住啊 他们不是一般的基督主 他们是传道人 传道人 您应该更敏感啊 对罪位应该更清楚啊 他们一直只要和正义有联系了 那就是必然的 必然的啊 必然的和那个共产党在合作 说是这个你看我说的强奸和袁志明的同伙 哦 这个是强奸和袁志明的同伙 袁志明就是这个时期去强奸法国的姐妹的 就是在传就是在发信 跟他姐妹写信 就是在那个之前嘛 拆准他们之前 拆准他们完了之后啊 就那个就准备去信进法国的那个姊妹了啊 好 所以说这是非常清楚的 然后我就说我来查一查那个英国华人拆准当是什么东西啊 啊 所以说我一查哎 你看我们查到了什么 当然从题目里就看出来 我查到了梁飞生 我查到了梁飞生啊 这就是我上帝带领我 把我带到卡尔加里 我遇到的第一个啊 就是梁飞生 梁飞生我查到了梁飞生啊 我给你看 梁飞生这就是英国基督使者学会 英国基督使者学会 他们的拆偿施工 就是从200年 你看 什么时候开始的呢 2011年开始的哈 我们再给你们看一下那个 我爱阿珠阿芝文集 我爱阿珠阿芝 到这 好 我爱阿珠阿芝信心是卡尔加里哈 第一条是梁飞生 就是就两句就写了两篇 第二个就是戴基宗 戴德森的后谈王明道 因为戴基宗 在讲道的最后的五分钟提到了王明道 说出了基督胜利 基督胜利 约翰公鸡 约翰公鸡 赞 赞赞赞 他在接触之前 他说教会都讲爱 为什么王明道又说赞赞赞呢 因为他不敢讲 他不敢讲 因为他是在卡尔加里的教会被统政的地方 他不敢讲 但是他在最后五分钟提到了王明道 而我的那个同事都不知道王明道 没听说过这个人 有个同事干脆说 因为我查到了王明道反革命集团 王明道的词条 他说 你相信一个反革命的 所以这个人完全不知道 完全不知道教会史 好 你看我们查到了什么 就是华人财传当委 你看从两年半一次 从尖格来说是第一届财传2011年 2013年就是远志明去强奸法国女生的出来了 就是这个梁飞生 余红杰远志明 第一届有谁 第一届也有远志明 看到没有 所有时候远志明 这个机构肯定是远志明的关系 不但有远志明 还有小明 还有小明 就是我提到过小明 就是那个林大宗 包德林 他们的林 包德什么 他们的林传到了小明身上 邪灵 邻恩派的传到小明身上 你看 这两个是一伙的 这是第一届就远志明 第二届也有远志明 就有梁飞生 就是我关注的梁飞生出来了 余红杰就出来了 今天早上讲的 所以说你看 这届 哦 这届就没有了 为什么 因为远志明强奸丑闻爆发了 2015年 又有哪些呢 哎 不要 你们不要 不要以为远志明没有了 远志明的同伙就不来 这些人的名字 我不太熟 但是 这是第三届 那我们没有 我们不管 2017年 看 又有陈思席 什么什么什么 你们看见了什么 看见了张牧家 看见了张牧家 张牧家就是旧街上共识的 那个签署的名单里有他的名字 我上次说到国内的那个弟兄 他跟我说 说了之后 他的那个传带领的带领呢 就是金明日 他有个朋友以前帮过他很多 就在张牧家的那个教会做执事 做执事 他以前帮过我们那个弟兄 国内的那个弟兄 他就跟他 我们弟兄都说 哎呀 知道了基督教和谐奉执去 我还是告诉我朋友一声 他就跟他朋友写信 他朋友说 你还挺明白的 就不打理他了 就不打理 这是张牧家教会的 我说过 这个让他们自己去看 他这样提出他 为了得罪一个弟兄 也不算暴露那个国内的弟兄 国内的弟兄 他也说过 他还请过那个流通书和饭学的喝个茶 然后看了我的那个节目之后 就马上把那个饭学的那个 我为什么成为基督徒的那个书 马上的旧书店卖掉了 然后从他们的教会退出去了 退出去了 就再也不去了 最后那个 就越起来就更有借口了 他更有借口就退出了教会 你看到张牧家 你看到没有 你们以为啊 你们以为2013年有远志明 第一届有远志明 第二届有远志明 第三届就没有远志明 对吧 第三届为什么 2015年远志明的强奸丑闻爆发了 你就以为就这么就算了 他们就变好了吗 不 我告诉你们 他们到第四届的时候又请到了 就像共识里面的张鹿家 看到没有 然后我们再看今年 今年这几个 他们又请到了于鸿杰 看到没有 所以说这个组织 是完全是个撒旦的组织 而且他们是 牢记初心 完成使命 你看这个台词好俗 这个都是和那个共产党的那个这个用词 就像梁飞生说的 圣经院 中国要崛起 中国崛起 圣经院 升过崛起 弟兄姊妹妹 你们从小如果是在中国长大的 你们就会知道为中国之崛起而读书是谁啊 是共产党的首领就是周来说的话 所以说梁飞生也就用他的词语 你看这个牢记初心完成使命 这个都是和那个共产党的那个 这个用词是一模一样的啊 你看你们以为就是2021年就没有了吗 有有了又来了个于鸿杰这个熟人啊 所以我们看他们搞的那几届又拿几个熟人呢 有小米有远志明第一届 第二届啊有远志明有梁飞生有于鸿杰 然后第三届你们以为好像这些变好了 有远志明的丑闻爆发了吗 2015年啊没有不马上紧接着 第四届就有了张禄家 是就这种共识里面的啊 第五届你看于鸿杰又来了 又来了啊弟兄姊妹 我一看这个这个东西就不对啊 这个就是撒旦的这肯定是党的 我就来看英国基督使徒协会 关于我们哎弟兄姊妹们你 当然知道我查到了什么 因为我查到了梁飞生 我查到了梁飞生 董事会成员及照片 第一个 董事会副主席 你看为什么董事好像副董事 他是副主席啊 主席是谁啊 我不知道这好像没有 其他的董事董事他副主席 董事会副主席他是董事会副主席 你看他的官司比这几个还大 看见没有梁飞生我查到了梁飞生 比如说这个英国华人拆传大飞 这就是一个党的拆传大飞 看见没有 非常的清楚啊 非常的清楚 你们自己去看啊 哎呦我查到了梁飞生啊 这个就是多种资料证明啊 这个都是党的大外宣 是渗透英国的啊 你不要以为 袁正明在这只渗透 美国和加拿大 红卫健渗透加拿大 那么你看英国是谁 应该看来 肯定就和梁飞生脱不了关系了 就是渗透英国的啊 渗透英国的啊 弟兄姊妹们平安 今天我就讲到这里 咱们试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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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